打開引擎蓋 插上檢測器 再用號稱汽車行動電源的電霸 解救電瓶沒電 這一套SOP下來要收600元 有顧客認為不合理 電話過來就詢問一下說 車子不能發動 可能要搭電 被報價報500 然後他們在地下室 就是不會跟他多說100塊 電話掛掉後 顧客轉頭就到Google留異星評論 黑心商人老舊汽車電瓶 過個電發動要報價600元 其他保養廠只收100元 控訴業者趁火打劫 看不慣這種黑心商人 但他沒有消費就留負貧 業者認為影響商譽 提高求償15萬 但最後敗訴 因為客人說的是事實 他已經傷害我們的商譽 他也沒有來消費 然後法院還這樣子 他講的是對的 刑事公然侮辱 毀謗都不起訴 連民事法官也認為 消費者是表達意見 不算惡意造價 既基於被告之真實消費經驗 所謂的事實陳述 及對商家的主觀評論 這種評論之用語 有郭蕩之顯 仍屬被告主觀評論 是意見表達之範疇 600元是個事實 那他並沒有扭曲跟捏造 那就事實陳述部分 他並沒有違反任何刑法的 這個可能是黑心 那這個部分是 單純屬於意見的表達 顧客問的價錢就是600元 和其他業者比價確實比較貴 沒有扭曲事實 因此判汽車廠敗訴 其實繼承車隊都有接電救援服務 只收300元 修車廠有時更便宜 兩三百元就能搞定 其他業者說夜間假日 確實有可能加收費用 不過事先一定會告知 畢竟車程設備技術 都要算一份工錢 就怕找的是來路不明廠商 後續維修費反而更貴 TVBS新聞阿周請 宋家娟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